欢迎收看明镜火拍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这两天 谷爱玲和他的国籍问题 仍然是各界讨论的焦点 当然就像任何一个敏感事件一样 讨论着讨论着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态度 就解现出来了 比如说 老何跟我何老板在这个事情上 观点就不一样 不光这个问题 很多事情上 我们对事实的认定是一致的 因为大家毕竟都是 经过专业训练的新闻工作者 事实本身 大家理解一样 但是对待事情的态度不一样 老何比较丰厚长者 比较温文尔雅 比较与人为善 我这个节目呢 就比较辣麻辣辣麻 不占权了 就像我在节目里说 听我的节目 你必须是不怕辣 辣不怕 怕不辣 你得站一样 同样我今天看了老何的朋友 也是我们明镜的热心观众 发表了一些观点 挺有意思 我给他念出来 跟大家分享 看大家对这些事情 怎么看 比如说有位朋友说 放过国外领巴 也放过自己吧 在一个华裔家庭里 19岁还是个孩子 孩子的说法 也许就是他妈妈的说法 特别成长于优越家庭 缺点同理心 岁月静好的 又不止他一个 知道他的根 坚持留在美国 我们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观众的评论 我也对他表示敬佩 因为与人为善 放人一马 这历来是中国文化里面 最精髓 最为人称道的部分 纯粹为了风格的不同的话 我今天也发表了 不同的看法 当然了 有的网友也说了 他说 对放过国外领 这个说法 不能完全同意 比如说 你吃尽了中美两头的好处 别人说你两句也合理 你闷声发大财就是了 还左一句 人民可以自由翻墙 又一句彭帅安好 除了中共孝珠颜开以外 为他辩解的人 都应该远离 我觉得上推特 推特的平均水平 确实比国内的要高 当然声音嘈杂了一些 因为毕竟是开放的环境 但是 如果你有这个辨识能力 也有这个时间 有这个精力 有这个兴趣 你是能从推特上 发现不少真知若见的 你看这位朋友说的就挺好 现在的问题是 不是广大网友 不愿意放过国外领 不愿意原谅他 而是 原谅总要有个前提 第一 就是他如果做的不合适了 你应该道歉 先道歉 然后大家也就算了 因为确实是 你不是还只是个 十八九岁的孩子吗 从小你看 你老爸是 哈佛毕业生 虽然满世界 没人知道你爸是谁 你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是不是 那 这种情况下 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 家里有钱 爷爷又是这个部的干部 奶奶 老爷 老外 这个姥姥 又都是什么交通部的 高级工程师 你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你生活比较优越 觉得像你自己所说 中国和美国对你都不薄 这两个国家都拿你当宝贝 这没问题 这是你的幸运 应该向你表示祝贺 但是 你看你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那些话 自由翻墙的问题 已经导致了多少网友 人身自由被限制 多少人甚至锒铛入狱 这里面 他每一字 每一句 都是血泪 所以 你 这么来对这个事情表态 只能说 叫年少轻狂 或者 反过来说 叫站着说话不咬腾 这些 实际上都可以原谅 不是不可以原谅 那现在有好多 老五毛 都七老八十 马上就见马克思了 那个水平也还是这个样子 张口就说 世界上没有完全的自由 所以 我们 就 对网络 阴防死守 说不爱听 我们就给他抓起来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 这些老五毛 他没有明白一个道理 虽然 有些饭菜 有些风格 不好吃 有缺点 但这不意味着 你就有吃屎的理由 是不是 那你要如果说 你用这个观点 这个角度 来看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这事就没法聊了 是不是 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所以国外零啊 真是个出色的孩子 但是 在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确实 把握的不好 进退失去 他如果能面对大众说一句 我就是个十八九岁的孩子 我就是个运动员 别的问题啊 我也不大了解 我说的情况啊 大家也不必当真 请大家给我时间 我全力以赴 做好我的运动员 就得了啊 你看 这不就很得体吗 你看 他现在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股家 或者股家的代表 对外说一句 他们到北京啊 那么这个两头讨好啊 或者说啊 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表示了歉意 没有 他们对此啊 安置若素 继续享受 而且将来很可能会把这一套 发扬光大 你看他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人家这个英国著名的 杂志经济学人想采访他 他不接受啊 说我到那里 你那说了一两句不合适的 我这辈子就完了 你看他明白 他比一般人都明白啊 但是他转头就接受了中纪委网站的采访啊 你说你这个取舍之间 你这个价值取向 不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吗 既然这样 你还不允许别人说几句 那就有点扯淡了啊 那甚至在往后发展 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啊 用什么比喻呢 用吴大郎和潘金莲啊 潘金莲是不是应该原谅 那取决于他做了什么事啊 现在 有这样一种趋势 就是啊 哎 人家高大上的不得了 人家公权力私权力都比我们大一万倍 他需要我们的原谅吗 有这个必要去社团原谅吗 这个说实话 我认为这种情况有点矫情啊 更关键的是 现在像谷爱林或者谷家为代表的 所谓的东美两地跑的这些精英啊 他们啊 对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这两国人民的最核心的利益 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 你看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有点像 呃 潘金莲对待这个吴大郎了 他当晚药到你嘴边说 大郎赶紧起床把药喝了吧 哎 你喝下去以后啊 你就要了命了啊 哎 人家偷偷的就跟新闻庆乐去了 哎 所以这碗汤 这碗药 我们坚决不能喝 另外结合最近火爆全网的啊 徐州巴哈姆事件 如果我套用刚才这位网友的说法 就是啊 放过啊 国外林吧 那我可以原本 照样 翻一个片 这么说 哎 请大家放过董某林吧 也放过自己吧 董某林马上就是个老人了 他一辈子 喊心如苦 买了个老婆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孩子 就多生了几个 老婆不太听话 就在脖子上加了把锁 全世界对老婆不好的 又不是他一个 知道他还要再生孩子 我们就明白了 所以大家放过董某林吧 大家觉得我这么说合适吗 哎 如果您觉得不合适 我向你表示祝贺 如果您觉得合适 那我对您表示同情啊 我请你啊 一定要除了看何老板的节目啊 听他的这个温文尔雅的 与人为善的那些人生真理以外 也多看看我的啊 这样的话啊 麻辣派和啊 这个温柔派啊 你都能听得进去 对你的人生成长 对个性的培养 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那 郭爱玲这个事情啊 还有他的历史一贯性 为什么 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开幕式那场丑剧吗 啊 现在那场开幕式 谁还记得啊 什么有多少人参加了 穿了什么服饰 跳了什么舞 用了什么音乐 大家通通忘了 只记得 站在讲台上 站在舞台上 唱那首歌的女孩啊 是假唱 啊 他背后啊 有另外一个孩子在唱歌 哎 这个 美国际媒体披露以后 大家都很 惊诧 就是哎 这么一个小的环节 你本来啊 不用做这个事情 你也能获得满堂彩 因为 唱那首歌的孩子 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孩子 但是中方的理由是什么呢 中方的理由是 哎 背后唱的这个孩子 嗓子好 前面站着台前 指张嘴 没出声 啊 电视镜头拍下他的这个孩子 长得漂亮 哎 你看 就因为后边这个孩子长得漂亮 你就剥夺了人家 唱歌这个孩子 面向全世界观众 展现他自己的机会 请问 世界上有十一二岁 长得很丑的孩子吗 没有啊 而且我们后来看到了 唱歌这个孩子的照片 人家不丑 很可爱的一个孩子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即使当年付出了再多的努力 他都必须让位给 公权力认为 比他更漂亮的 他应该把自己的歌声 献给他 啊 那这种情况下 大家最后不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吗 你看 你拼尽全力 你 消耗了你们家所有的资源 把你培养成了 这么美妙的歌喉 你本来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现 但是哎 领导的想法 就是根本大法 他啊 又变了 他说你唱的还好 还不行 你的这个颜值 不如那个小姑娘 我只能让他唱 你啊 只能退居二线 在后头 当这个绿叶 配这个红花 那你说这种事情 如果赶上我们啊 电视机前 我们啊 看我们节目的这些观众 你说你冤还是不冤啊 你要觉得这是赶上你冤 那我说明啊 你还有救 你觉得不冤啊 那我那你要是当谁的父母 谁可就倒霉了 嗯 就这个情况吗 那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再来看看国外灵啊 再来看看这一次同样啊 生在美国 但是没有做这个国外灵这种选择 老老实实为美国参赛的 这个陈威 是要陈威吧 内森陈 是吧 他不是获得了这个花样滑的冠军吗 那他真的是极其的美妙 他的那个专业技巧的美妙 表演的美妙 和国外灵的这个滑雪啊 是相得益彰的 非常非常漂亮啊 专业上都是世界顶尖选手啊 但是人家啊 拿了冠军以后 我们看到中国的网络上 反而啊 骂声很多 为什么 他就是没有像国外灵那样去演吗 同时因为这个内森陈 这个陈威 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 他的队友里面 好像类似啊 好像是有 在新疆 在很多敏感问题上 和中共的官方说法不太一样 这样的一些队友 他们也在一些公开 或者半公开的场合里 表达过对队友的同情 对他们啊 所看的那些问题的一些 支持的看法 哎 这事 就成了辱华言论了 所以他即使在中国这次获得了冠军 他受到了关注 受到了赞扬 也早就被渗透进了政治因素 和国外灵的待遇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两相对比 我们拿陈威 也拿2008年那个 被假唱的孩子 从这些角度看 我们能这么轻易的放过国外灵吗 或者说我们能轻易的放过国外灵背后的这个价值观吗 如果放过了 那就真的是要命了 我们可以看看最近 美国媒体对国外灵这个事件的报道 总的来说呀 美国的主流媒体里面比较有范儿 有风范的还是挺多的 你看我看NBC报道这个国外灵国际这个事的时候 甚至站到了国外灵一边 那个用词啊 很讽刺 就是说国外灵这一次 在中国拿了金牌这个事 在他身边呀 聚集了一大批愤世嫉俗者 就说我们这帮人 美国人就说 我们都不在乎 你们在乎啥呀 说国外灵身边啊 聚集了一批愤世嫉俗者 这就是美国媒体的风范 这就是美国这个舆论环境的妙处 你看美国人真是很大条 他不在乎 但是也有在乎的 我们这两天看到 真的也有在乎的 另外我们来看看 我们再来延伸一下 再来拿别的事件 别的运动项目来对比一下 比如说中国冰球队 中国冰球队里面 80%以上都是从美国弄回去的球员 有很多华人孩子 在美国打球 比如说打进了NCAA 打学联赛 还有一位那个队长好像是 比友波士顿大学队长 拿过NCAA的冠军 都是些非常出色的 也有根本就不是华人面孔 彻头彻尾 不折不扣的 老美也进了中国国家队 而且这一次 这个当中有一位球员 面对记者的时候 说了真话 他说 我来参加中国冰球队 一开始就说了 我不可能放弃美国国籍 那不是成了神经病了吗 我为啥要放弃美国国籍 中国跟我说 没关系 你就来参加我们比赛就行了 那人家作为球员来讲 当然就来了 那有啥好说的 给这么多钱 是吧 这样一个 以外籍军团为主的中国冰球队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0比8输给了 没有任何一个顶级球员的 美国国家冰球队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美国最高的冰球水平是NHL 是北美职业联盟啊 因为疫情的原因 也可能啊 里边还有政治的因素 这一次啊 美国这个北美职业联盟规定 任何NHL的球员 不准去北京参加冬奥会 所以弄来的都是些 这个啊 二流或者三流选手 即使这样 8比0我看了 基本上是个表演赛 8比0都没怎么费劲 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那从这个角度讲啊 你作假 你欺骗全世界啊 你让所有的利益都为你服务 所有的规则都为你服务 就像我昨天说的 老年到不是说了吗 啊 法律是次要的 关键是要以我为主 于我有利 那你这么弄了 你仍然是输了个8比0啊 对不对 对你真的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我们反过来说 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有的 什么呢 如果不用这些外交球员 可能就输个80比0了 啊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那说起冰球这个案例 那也和最近 李奇和国交友会 沟通的细节啊 有180度的反差 为什么 中国冰球队的美国球员 绝大部分 或者是所有人 都没有放弃美国国际 但是 通过国外灵的例子 可以看出 国交友会对参赛球员的 国际要求是很严的 你必须上传护照 才可以确定你参加的资格 国外灵就是由中国的滑雪队 向国交友会提交了相关文件 严格按照国交友会的规定进行的 但是冰球呢 冰球这些人 人家明明没有放弃国际 你又跟国交友会上传了 他的中国护照 你这不就是变相承认了双重国际吗 对不对 那你在你的法律没有修改之前 你的法律明确说 获得中国国际的 其外国国际啊 自然失效 不承认双重国际 那你这么做 是不是集体性的违法行为 我认为严格的从法律意义上讲 是这样的 从整个的国外灵这个事件 我们分析啊 这个相关的侧面都已经分析到了 从个人到集体 他体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 真的 这个话说出来不好听 让人觉得不舒服 那是啥呢 那就是中国的精英 和中国政府一样 他的唯一的原则 唯一的信条就是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还不止于此 如果有大便宜和小便宜之间 如果你选择那个小便宜 你比人家那个占了大便宜的 你也是个王八蛋 所以就是占便宜 就是 偷换概念 就是要曲解规则 或者去规避规则 然后还振振有词 然后还站上道德的制高点 告诉别人 你要是不同意我 你要对我不满 你就是教育程度不高 你就是没有同理心 你这些人再怎么弄 你都得不了王永辉冠军 你看 这天儿聊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家再想一想 郭爱玲现在需要被原谅吗 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希望您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 我知道我们的观众里面 高手是很多的 你留言以后精彩的部分 我会放到节目里 跟大家分享 当然 池对郭爱玲应该宽容 应该既往不咎 这种观点 我也欢迎 因为我们就是个平台 大家各书己见 反正你说的不好听了 我也没法按中共那样 我封你的号 我怎么怎么着 咱都不会这么干的 是不是 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 在下面留言 那另外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最近网络上流传的 哈佛学者黄万胜 在一场私人聚会里面的录音 被暴露了 里面谈到了很多 令人积极较好 又感到很汗颜 感到很震惊的事情 比如说 中国防疫清零政策的背后 实际上是 中共利益集团 输送利益 光是核酸检测一项 据黄教授说 他刚刚得到了一个数字 东方有的公司就赚了六千七百亿 大家看 给你一千亿美金了 六千七百亿 他的讲话 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他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精英 虽然是在沉默 但他们不是在沉默中爆发 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这也是证明 所谓的资本 要讲政治 资本要听话 资本不能无需扩张 这正成为一句空谈 因为私有资本不跟你搞 国有资本一样要跟你搞 那具体到这次防疫 他就要做成了生意 实际上在这个事情一开始 我们在很多的 常识就告诉我们 这背后肯定是生意 当时核酸检测 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搞 我给北京朋友打电话 他说 哎呦 现在别说做核酸的了 做那个防太阳的那个大棚 做桌椅板凳的都发了 为啥 需求量太高 一个小区 你摆个几十张上百张桌子 凳子 检查 那都是钱 那这种做法 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一直以来就是这么一个 村片厢 厢片厢 一直骗到国务院 就是这么个状况 它是体制的惯性 所以啊 国企 或者说跟国企沾边的这些 混合的资本 比如说私有资本 他能占你便宜 能蒙你的时候 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 这里面也有政治风险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上次奥运会了 2008年奥运会 真的之前啊 我也参与了很多准备的工作 整天和各个部门 各个这个相关人士 研究怎么弄怎么弄 大家经常开这个碰头会 应该怎么处理 开会之余 大家就要放松 喝酒聊天 打牌 搓麻 搓麻将 有一次啊 在一个朋友家 大家累了 打牌 打牌的时候 大家都聊各自单位 这个薪水怎么样 待遇怎么样 大家吐吐槽 当时啊 有一个国家有关 核心部门的朋友 哎呀 打牌打累了 躺在沙发上 翘着腿 然后说 哎呀 我们单位最近啊 中央又给批了五千万 我们一听 哇去 我们单位钱都不够花了 你们单位又批了五千万 咋批的啊 他说 我们是这么弄的 我们就跟中央打报告 说 现在北京各个比赛场馆 奥运会比赛场馆 什么时间搞什么比赛 这个时间表 已经被东突分子掌握了 江都分子啊 很可能对这些地方啊 展开恐怖袭击 中央领导一听 说 这事重要啊 反恐啊 保证奥运会官权 再给你批五千万 拿去花吧 哎 我们一听都有点奇怪 奥运会哪个场馆 搞什么比赛 出门又拐 那个报摊上 卖报纸 卖地图 那个老头 那里面都有啊 一块钱一份 满世界人都知道 那你怎么能把这个 当成机密奖 跟中央要经费呢 哎 人家这位同志讲了 哎 谁知道 都行 但是恐怖分子 知道这事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 我们就用这个理由打报告 又赚了五千万 哎 我们一听 你看这个 这个钱是怎么挣的 就应该这么挣 这才是挣钱的正确的路子 啊 挣谁的钱最牛 最快 最没有成本 最没有风险 挣政府的钱 挣中央的钱 啊 中央领导懂个屁啊 啊 这就跟这次黄万胜啊 讲的一样 科学防疫 哪有人懂科学防疫 大家只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整人啊 整人是最擅长的 所以 真的要讲科学防疫的时候 他们千辛万活 花了17万人民币 买了张机票 让哈佛大学 来了个学哲学的 哲学系的教授 啊 黄万胜先生 去指导科学科技部 进行科学防疫 这里面 你看着可笑 实际上不可笑 没人真懂科学防疫 大家懂的 就是跟北京骗钱 那不光科技是这样 大外宣也这样啊 啊 你看中央电视台 办了那个 那给中央花了多少钱 几百亿几百亿的花 还有新华社 他们跟国内讲的就是 哎呀 我们在全世界啊 这个啊 基本上 建成了一个立体化的 做媒体的啊 外宣 旗舰啊 狗屁旗舰 啥旗舰啊 有人信你的吗 有人听你的吗 那但是他就说 他建成了旗舰 中央领导一听 我去好像好大个一见 那就给钱啊 接着给啊 钱都是这么浪费的 钱也都是这么弄来的啊 人家这个国家单位啊 中央电视台也好 科技部也好 国企公司也好 人家出门讲的 从来就不是 我们的公司运营的多好 少了多少钱 赚了多少钱 都是我们又跟中央 要了多少钱 这已经就是成功 百分之百的标志了 从这里来讲 黄教授一说 我就心领神会 我知道啊 这里面百分百是实实 同时黄万胜还声称 他向中央打了报告 说利用这次疫情机会啊 要重建中国基层医疗体系 要把药品配置 检测能力 医疗设备的社区化 等等等等 让每个社区 都有自我医疗防控的能力 这个才能有效建立 全民公共卫生 那要建立以基层为目标的 医疗体系 是一个社会公共服务的 核心标志 医疗直接与生命相关 接下来才是教育养老 黄教授说的对不对呢 百分百对 那就应该这样吗 那为什么美国欧洲 有这么多的病例 他没崩溃 那就是基层的条件好吗 是不是 那为什么不敢放开 我在我们以前的节目 也反复强调 那就是中国医疗资源 医疗体系的城乡差别 以及地区差别 差的太多了 北京三环以内 给北京三环以外 那也差出好多来的 你说你住在北京的郊区 这个甚至住在旁边的廊坊 河北 这些恒水 那你当地看病 你跟北京得差出多少来 差出太多了 但是你在美国在欧洲 这些医疗中心的 平均医疗水平 没有差出这么多来 那这就是所以 他们不敢放开 一旦放开 整个医疗资源体系 马上就会被挤兑 再让他们更受不了 这个建议好不好 他们会不会这么做 可能 完全这么做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缺钱 他自己不是不知道 但他不愿意这么干 他宁愿把钱花在 买面子 买光荣 就像这一次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国务会 习主席接见各国首脑的时候 有人引用了一句话 叫谭笑永 忽如往来接黑丁 你一看后面 黑乎乎一片 他宁愿把钱花这 他也不愿意 把钱花在 这个最根本的教育 医疗养老的基础设施 和基础资源的提供上 这个都是摆明了的一个例子 所以说到国外灵也好 说到哈佛这个黄教授 去中国指导抗议 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也好 他都指向了一点 就是你这么搞啊 对你自己未必是有利的 但他仍然要这么搞 你比如说像国外灵这个 跟2008年一样 这么美好的事情 他又要搞成一个丑闻 那至少给人一个印象就是 你对规则的信心不够 你对规则的尊重也不够 那刚才我说了 中国冰球队的队员 80%以上都是外籍的 按照这样的话 他们又给国际奥委会提供了 这些外籍球员的中国护照 这就等于你自己破坏了国际法 你也欺骗了国际奥委会 你给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一个 真的假护照 这种事情 难道不是非常索然听闻的吗 对不对 另外一个关键就是 像现在 大家都在讨论 2022年 习能不能连任 能不能怎么怎么样 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变数 有一些风险在里面 当然 中共监政以后 除了当年 这个在叶剑英 在这个 邓小平 他们那拨人指挥下 华国锋 用军事政变的手法 拿下了四人帮以外 直接动用军事手段 推翻政敌的这种例子 并不多见 但是这种态势 这种 让本来 非常有机会 非常有条件 继续当一尊的人 最后 处于防守之势 最后 就是说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这种情况有没有 有 不光蒋介石也好 毛泽东也好 都有这种经历 蒋介石不也出现过很多次 要下野吗 因为他没弄好吗 让人家里中人上来干 毛泽东也是一样 你这个大跃进 50年代底60年代初 几百万几百万 上千万饿死人的时候 老百姓受不了了 基层干部也受不了了 搞那个所谓的七千人大会 让老毛 你看不行了 那就先 退出第一线 不当投了 让 刘少奇和邓小平站到前台 继续指挥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 你看 就是他也有必须退下来的时候 当然后来他又反上来了 又又又把中国整个社会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这是后话 用这个角度讲 如果某个机会合适 氛围合适 你提起了一大票人 这个集体的反感 甚至是反对 那你这个一尊 当不下去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这个因素又分内外两种 一个是国内发生大规模的 群体性事件也好 不满也好 某个阶层 某个盘活 这个 集体 屎盘子也好 这都可能 国内的 你看当年那个股灾 不就是肖建华他们搞的吗 这些年 这个通过各种反垄断的手法也好 其他的手法也好 又打击了多少的资本 那个一滴滴背后有多少的资本 你说像这个马云他们 加上郭广昌他们 加上这个柳传志他们 他们背后不是没力量 是有力量 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 由头机制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 一旦他们能集中 对一尊的这个位置 那还是有影响的 这是指国内的这个气氛 要从国外的气氛讲 如果有一个事情 能让全体国际社会给你切割 对你进行制裁 让你整个的外部环境 荡然无存 那这样也会引起很大党内高层的反感 从工的角度讲 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也好 经济发展也好 外部环境丧失了 这是一个大错误 从实际利益来讲 多少人在海外的钱财 有生意的机会跟你掐了 他们更不满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那具体到奥运会 具体到你这个上次的这个非典 非典当时胡锦涛都对全世界道歉了 说很抱歉 是吧 那你看你现在这次抗议 弄成这样 你还坚持要清零 你的奥运会 你用组织性的 体系性的 系统的 主动的 你自己违反了自己的国际法 欺骗国家卫会 那你对待国家卫会的国际政策的太多 那就跟你对待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及其他的国际条约一样 你看你 你把你们签的中英联合声明 你最后不也说 这是历史性文件 没有参考价值吗 对吧 如果你弄不弄的话 所有的这些历史事件 国际事件加起来 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印象 跟中国人跟中国政府聊 你聊了也是白聊 签了也是白签 任何事情 他都采取一个实用主义 就是以我为主 与我有利就行了 你跟他折腾 实际上 机会成本是很高的 这样弄下去 中国的外部环境 会不会进一步的恶化 导致 习在这方面 也受到党内 其他一些势力的 这种反击 甚至是造反 那也是有可能的 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 我们会 最时关注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在这里我们 恭请您给我们的节目 点赞 也订阅明镜火怕这个频道 下期节目 再见